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0日 今天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 讲到这个汪洋啊 政协主席汪洋 搞了一次会议 这个会议主题是什么呢 学党史 勿思想增党性 一看这个题目头就痛啊 人家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你说有点时间干的什么不好 开会 开个什么会呢 还要学习共产党的党史 还要这个领悟党史的习近平的思想 还要这个增强党的党性 有了党性啊 这个人就没有人性了 你看共产党70年来 你想干了多少坏事啊 从这个我记事的开始啊 这个就听到这共产党这个 这个作恶的故事 你看那个每天早晨 很小的时候就 我住在那个大连市中山区 有一节一号 我家的后院啊 那个有个门 那是就是艺术剧场的门啊 从那里就可以进去啊 看那个剧 看剧啊 画剧什么 这个那个时候就开始就 那个在那个后院的门的左边 就住了一个反革命 他是什么 他是戴了个反革命帽子 判刑坐牢 回来以后啊 还戴着帽子 没摘帽 没摘帽什么意思呢 你早上起来 你要起来劳动 清扫大街 叫扫大街 我记得清楚 那是很小啊 每天早晨 天蒙蒙亮的时候 就听到他开始拿着大扫子啊 那竹扫子 那一米长大扫子 扫大街 哗啦哗就开始响了 我就有时候好奇 过来看 就看他 我妈就说 他是反革命啊 戴帽 还没摘帽 怕了十多年刚出来 要劳改 我问我妈妈 他劳改 什么时候能成 摘帽 我妈妈说 你别乱问 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就看他 跟任何人都不讲话 就低着头扫啊 天天几十年如一日 几年如一日 别说几十年 那太夸张 我的印象当中啊 扫了那四五年吧 摘帽了 早晨不扫了 还把头踢了 出来走路啊 但是冷然不敢 正眼看别人 都低着头 那时候你想这个人 共产党对这个人的统治 多么严厉 你想没有任何人管他 没有人管他 街道管 我说没看人管他 他就天天扫 你说这个多么苦的 这个共产党统治 对人的压榨呀 但我们家也好 因为我爸爸是 抗民元朝的英雄啊 利下这个功劳的 有寻战啊 他有点社会地位 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倒霉了 我爸了 算是小小官吧 很小 就小科长 那时候就十岁就出去看大街的 一九六六年 我就看那个皮斗 这个地府返回 又拥给蛇神 我就看那个市委书记 当时是最大的官啊 叫这个胡明啊 胡明是书记 徐熙是市长 白清将是副市长 胡明 徐熙 白清将 这三人全抓起来了 怎么逗他们啊 给这个小板凳 整一个 他站在上面 戴个帽子 那个帽子能有 一米长 半米长的帽子 帽子上戴个戒 戒上 还绑了一个这个 这个飘带 上面写总之派 在胡明啊 他在那地的头啊 弯着腰 背着手 手是被红维兵 绑到后边 撅起来 屁股撅起来 叫做小样飞机 我那小时看啊 冬天斗的时候 他那鼻涕流出以后啊 鼻涕啊 就是变成一个冰串 一动一不动啊 现在我回想 你说那个人 该有多大的毅力 才能活下来 就是我亲眼看 那个鼻涕啊 冬天冷啊 你想他一串 鼻涕浪的 就这么一站 站几个小时 然后红维兵就开始 组织大家喊口号 下面全是黑鸭呀 的大人啊 我们那小啊 帮他们称为大人 喊什么呢 打倒这个胡明 打倒许熙 打倒白新疆 素以千计的大猎人 在这个斯大林广场 政府门前啊 那时候没有草坪啊 那时候就是一个土道 这个人在批斗 但是刚开始没有打他们 就是骂 往里面吐炭 喊口号 后来这个文化大明搞到后期以后啊 天天批斗 后期就开始打了 管到大牢里去了 揍他们 但是胡明 许熙 白新疆 没有打残废 后来都活下来了啊 就胡明 后来 老干部啊 就是这个邓小平什么 出来以后 解放老干部 他也解放了 他当了 纺织部部长 国家纺织部部长 胡明啊 胡明 许熙 白新疆 胡明还有个秘书啊 也挺 这个人也挺 愿意搞政治的 后来成为一个造反派的头水 后来也被抓起来批斗 关在楼顶上 哎呀 我就现在回想 就共产党干这套东西 共产党就是 就文化大革命 这一件事 共产党犯下了滔天罪行 共产党正是邪恶的一个组织 你说这么一个党 多亏了这个华国锋啊 这个抓捕了私人吧 共产党出现了就像 赵紫阳啊 胡耀邦啊 邓小平这样 当年还算是比较好 就是说反省历史 觉得共产党犯下罪了 因为共产党那个罪把他也批斗了 也是出于个人 就是说我自己受了苦了 反思一下 所以出现了 后来搞了世界三东全会嘛 是吧 对共产党的历史进行界定 对毛泽东采取什么 就是三七开 其实坏事 这个三是好事 对毛泽东进行评价反思 正因为反思了 平凡了 毛泽东犯下罪行制造的所有的冤家船 几乎全平凡了 右派你想多少 包括我刚刚讲的撒大街那个人 他也太平凡了 平凡了以后 他见到我们才抬起头来 我一生看到他第一次笑的时候 很惨淡 都已经我上中学了 我现在想起就历历在目 都想流眼泪 我就想那个人这一生完全摧残 你想他就扫大街扫了好几年 然后见了人邻居从来不抬头 就看地下 不敢正眼 是因为他不是人 共产党已经把他整成不是人了 就是到了邓小平那个年代 好像是还不是邓小平 好像到了还往后 他就平凡了 平凡以后 他穿了那个烫绒衣服 我记得 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家饭和上班 见到我们 他正眼看我们了 嘴角还是笑容 我现在闭起眼睛想起来 我想共产党在邪恶的政权 你想诞生以后 就是一个幽灵 就像那个马克思讲的好 一个幽灵在空中徘徊 祸祸全世界 一直祸祸到现在 祸出来什么 习近平搞的 人类病毒共同体 都到加拿大来了 下个月我才能注射疫苗 再拍上号 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也可能过几天我就没了 你看共产党都能追到这来挣赞 多厉害你说 这就是什么呢 古文贵讲的好 潘多拉的河道 共产党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共产党补出 中国老百姓不会有幸福 恶权他做 你看十年动乱 死了多少人 六四他又开始镇压 包括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人被人整 他你看好了伤疤也忘了疼 最后镇压 学生也犯下了淘天罪行 也就要不 紫阳好 这些人回想 好人的共产党 你不能说没有 有啊 我爸爸也是党员 我爸爸是好人 这一生太好了 就是人太好了 相信共产党 说抗米援朝 跨国亚路江 解放行动 跨国亚路江 打败美国帝国主义 我爸爸 你想他自造 这个大列随着养殖场的工人 发明了海带分苗机 也是我爸发明的 就现在全世界种的海带 那个苗 你要分开 把他报分的 那我爸爸发那个 那机器刀线都是用的 你不要看我爸爸 是个当兵 特别聪明 上战场三年了 没打过仗 没摸过枪啊 我爸爸说 那真是九死一生 真的 子弹就在耳朵旁边 天天 每天都看到自己战友倒下 所以到了晚年 你想给共产党卖命 五十多岁就死了 没有钱之病 你就看了药 我现在特别想 爸爸跟我讲说 说孩子 什么时候咱们有了钱买好的药 说不定你爸爸就能 就是捡回一条命 就眼睁睁的 就亲眼看着 共产党就是这样 他用你的时候 那给你吹道铁 什么保家 为国呀 什么一带一路 我中华民族之真心啊 什么真我中华 奖章也给你 等用完之后 他就给你丢弃了 这才几天 你想老兵维权 是怎么维权 都送到监狱去了 现在你看 你看美国要揍头要打仗 就开始忽悠当兵的了 是不是啊 现在你看 学当时物思想争党性 没想想你共产党犯了多少罪行 你镇压多少人民 你杀死多少无辜的群众 是吧 一点反思没有 最可恶 什么像汪洋这样 党内算一个好人 明明他 你想他在重庆 他不搞文字语 你想那个澎湖 事案那个事 如果是 是其他人 不又要坐牢吗 就幸亏他 他觉得不应该 给那个人判刑 对不对 大家看看 你点 重庆蓬水事案 那个人就携手 大游士 嘲讽一个县委副书记 抓进去了 差点判刑啊 王阳那时候省委 比他官大 下令放了 这说明王阳这个人 还是不错的 最牛钉子户 乌侃事件 其实乌侃事件 如果能 整个中国都搞乌侃的话 民主选举 党的止步 民主选举 共产党就把自己救了 你看现在恰恰相反了 习近平上了以后 把整个国家霍霍了 连汪阳都闭嘴啊 装傻 你看汪阳在会上 搞什么东西啊 搞这个十二个主题读书群啊 搞这线上线下 全国政协书院呢 你想 政协堕落成了一个书院了 书店了 那要政协干什么 那要政协干什么 你就读书就完了吧 新华书店也有 是吧 各个读书会不都有吗 还搞什么 政协呀 别说书院了 建立什么 中共党史学习十二个主题读书群啊 学习党史 每个人 你看今天在会上 我看这个 这个 整个这个会场 每个人 胸前都戴一个 这个 这个党 党的纪念证 等明年吧 二十大以后 就是戴习近平的大头像了 现在习近平是第一步 忽悠中国老百姓啊 他不好意思一下 进入毛泽东时代啊 觉得自己 就是还在 有点欺骗心 这所思所想 就是第一步 叫你戴党 纪念证 等二十大以后 他再一步进一步 搞个人崇拜 就戴上他的纪念证 然后 就会君主立先成帝 比你看嘛 他的野心就在这里 因为他满脑子 记住思想 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少年时代 他缺乏反思 这就学着共产党宣言 幽灵 希特勒的奋斗 毛泽东这些东西 满脑大杂热 所以给中国祸祸 你看现在 汪洋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 汪洋 你想党内权力斗争 他的对地派 肯定在美国 纽约时报报道 望洋的女儿 望西萨 在香港 房产是吧 一百几百 五百多万的房产 找的好的工作 也就是他 本身也有腐败问题 叫习近平抓住 把柄了 捏住你小尾巴 你必须听我了 听我的终身制 我就是老大 我就是毛泽东 然后你就可以 维护你的物质 生活的社会 你的社会地域 所以他在装傻 他明明看住 习近平的大倒退 给中国人民带来 这个灾难 但是他宁可 为了自己的利益 现在他也变了 你看见没有 今天 汪洋在这会上 讲什么呢 机关部 机关干部的 青年同志 要珍惜 黄金年华 多读书 读什么书 应该读书 把党史学习 作为这个物思想 强信念 提能力 转作风的重要的抓手 学什么呢 增强四个意识 四个坚定自信 两个维护 讲了半天 就是顺从 威信的顺从习近平 把中华民主 彻底的获获 成了倒退到文化大革命 你看了以后 真令人心痛 以前本人对汪洋 印象比较好 其实中美贸易战 你说要让汪洋 去当这个首席代表 哪能有今天 和美国彻底翻脸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这事 你要汪洋来决策 怎么可能 抓这个训诫李文亮 怎么可能导致 17年以前 有过的教训 SARS 变成一个 人类病毒共同体 就想吧 200多万人死 死掉了 全世界 多数个家庭 假破人亡 七里子三 你想一想 这是什么罪行 毛泽东也没有这样 毛泽东是60年代 你毛泽东大跃进的时候 人民公社 火火到最后 是变成了自然灾害了 但是 你想那时候死的人 仅仅是中国人死 数千万 是中国人死 你现在是什么呢 全世界人跟着共产党倒霉 你想这能不能玩吧 人现在正在这 研究这个病毒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基本上现在已经接受了严厉梦的这个报告了 第三篇 美国正在布局 对不对 你看讲那个什么气候变暖 那都是小合作 那下一步你看吧 人能不能完事吧 人死50万人 你不能讲清楚 你是从哪里来 这个实验师 实验师来源就两个来源了 一个是你无意泄露了 无意泄露也不承认的 你说是定点投放了 你更得惩罚了 定点投放是反人类罪啊 就是滔天罪行 这是什么事 是吧 你不论是无意释放的 就是你还是有意释放的 这个问题永远绕不开 这是一个不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是遇全世界人民为敌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事现在是什么 是一切都在这个 劲儿在 劲儿在 悬上 看现在这个形式 你学这个党史能救中国 能救自己吗 你能学着这个党史 党史能解决你这个 病毒来源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能解决吗 对不对 你看最荒唐是什么 19号下午 王阳还出席了全国政协 书画师举办的 美术经典中的百年当时 这不胡说吗 你共产党建党七十年 七十亿年 你一年以前没有美术吗 哪个国家没有美术吧 你就想 就不在灯里面的说瞎话 是吧 美术经典中的百年当时 叫他们学这个东西 你说又不学越学越傻吧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 人都记住这个网络时代了 互联网走到了物联网的时代了 他竟然提出一个美术经典中 还有百年当时 这个事实在是太离谱 这汪洋就瞪着眼的说瞎话 微信在什么顺从西核心 就怕挨整 就像上个节目讲到的王岐山 就是你看下到什么程度了 怕人在整啊 最后在这个 波浩论坛上 凌人肉麻地吹捧习近平 他成了暴墓员了 你就想一想 国家副主席 你看中国建政以来 这么多领导人 从毛泽东一直到胡锦涛 你说哪一个人上去 能告诉我是 哪一个领导的暴墓员呢 你这是这个颂扬习近平 还是嘲讽习近平 你是打他的脸 还是打你自己的脸 是汪洋已经变质了 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